10-15公分 再去挂这个铁丝网 这样子也是为了防止它后期墙底的一个开链 打裁这边就收完了 就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水电 我们入户的时候呢 都有两个电箱 一个是墙 数据线音频线等等 然后红色的话就是我们的零线火线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管 它是采用的是横平素质 我们公司的工艺是采用先 先不管后穿线 它采用的是横平素质的一个方法 它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穿线 以前的话都是90度穿线 多穿几道的话 那个线就很难拉过去 会造成那个线的磨损 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短路 然后您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根管的距离 它都有一根管的距离 这是为了以后回填 不会造成有空谷的一个现象 然后我们管与管之间的交叉处 防止它堆叠在一起啊 我们就会在下面开一根管的一个槽 把一组管放下去 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它的水平面 在一根管的一个高度上 然后我们静电与弱电交叉的地方的话 我们为了我们公司为了防止它 就是两个电互相干扰 我们就会包上锡脖子 有这么一个工艺 然后就讲到了我们的这一个电芯 我们采用的是金融与桌心线 它的横接面之一对圆 它的导电力会更好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管 它里面有穿线 它的线的话一般我们都不会超过 这个管口的三分之一 这是为了减少它的一个更好的穿线 也是减少它的摩擦 会造成这个线路的一个损坏 还有它的一个散热性会更好 一般的话我们家庭的话 都是我们公司的话 都是用到2.5平方起的 市面上有些公司是用1.5平方的 像有一些大功率的一些电器 比如说是冰箱空调 还有一些烤箱等等 我们会用到 我们公司会用到4平方的 根据您个人的一个需求 我们还可以用到6平方的 这是根据一个顾客的一个需求 我们的管都是专管专线 当您出门旅游的时候 就可以把些种杂打下来了 以后它就OK了 就不会导致你们 哎呀忘了关店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造成一个浪费 现在这个电已经讲完了 有没有人有疑问 可以是吗 那就来到我们这个水这边 我们的水管水管的好处是 它的一个受耐性 抗腐蚀性还有一个 它的一个寿命会比冷水管更强 现在市面上已经逐渐的淘汰了一些冷水管了 现在都会采用一些热水管会比较多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水管是上墙了 它不像那个电线一样 它是走下面的 它上墙的 上墙也很好说 上墙的话以后如果说是有一些要维修的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它 而且你如果是地板做一些改动装修的话 你不怕会打爆它的水管 对 上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维护 还有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 10到15公分的90度的一个凸起 它一般都会装在洗手台的下面 它其实也 呃 它其实也不会影响整体的美观 因为它是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嘛 它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个是肿拔 当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水的肿拔关掉 就可以造成避免它浪费 然后的话 这样子也是为了十年二十年以后 有一个更好的维修 也不能保证它什么使用一辈子 然后就收到了 还有什么疑问吗 呃 下水 下水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缩小版的模型 我们的模型的话 它的会距离 它的这个管会更大一些 这个是灵魂管 可以看得到 灵魂管 那我们家用的吃到多少 零七 零七 零七零 可是零五 零七零 啊 零七零七零 没有七零 七零啊 就会它的管会更大一些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有很多 岔口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叫斜山洞 就是说 有打美方说 这个是洗衣机嘛 洗衣机的接水口 它洗衣机放水的话 一整箱下去 它的一个速度就很快 压力就很大 如果只有一个管的话 它很容易导致它那个水啊 反水上来 对 它有一个这样的分岔的一个设计的话 是可以缓解它的那个压力 就不会导致它那个会板水上来 那我们关注了这个板水呢 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边是黄墙绿地 其实这个黄色的它是墙布 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墙面的 它也可以让我们 以后我们贴磁砖的时候 更加的牢固 贴布的更好 吸布的更好这个磁砖 因为经过我们多年来 我们工程的一个总结啊 如果是全屋刷防水的话 防水它是有结磨性的 而这个墙布它是有渗透性的 结磨性的话 你使用久了以后 很可能会造成一些 那个砖啊 它会空腹 会脱落 有可能 对 就是在贴的比较高的地方 就会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全屋它都是刷墙布 当然 防水还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我们在洗手间跟厨房 这两个地方我们会重点在 1米2以下刷防水 然后以上的话都是刷 所谓的话都是刷的一个墙布 全墙都刷这个 全墙都刷这个 对 对 那你们看 这个防水是用什么牌子来做的 我们我们我们的防水的话 它有两个都是比较老的品牌 比如说是深圳的黑豹 它是一个很老的牌子 也只能信脉 但呃 做久的话 就是市面上也有很多就是防他们家的 呃 所以说 而且我们也有一款叫 啥 东方女龙 东方女龙 东方女龙的话 它是极少数的上市品牌的一个防水 它这些防水是做的比较好的 它它家的一个口碑跟一个 这个客户对它的心态使用感度是很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浴室的位置 模拟的是一个浴室的位置 我们做防水的时候 会先清理在城乡的这一块地方 然后刷第一遍的防水 然后等它干透了以后 我们就会做闭水试验 48小时的闭水 只要就是您的时间 这边可以安排的过来 到时候我们做闭水试验完了以后 我们会带您到楼下的住户去看一下 它有没有漏水的一个情况 等这个闭水试验OK了 做完了以后 我们会把它这个水放干擦干净 再上第二层的一个防水 那我们这个防水就已经OK了 然后我们就会 您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是一个十字的一个分割 如果说您的浴室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十字 也就是紧字分割 十字分割最主要的好处 是为了让它回田的时候啊 不是 不是 十字分割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有一个承受力 比如说我们经常站在这里 度位置洗澡 因此在这里 那我们经常站在这里的时候 它这个 有可能它这个地面就会微微的下陷 就会导致 就会导致这个地面会有微微的下陷 影响您的使用感受 也会积水嘛 然后做了一个十字的一个分割的话 它的力就会向两边上去 并且它分割成小分的话 当我们回田的时候 我们用潮力回田嘛 潮力它是滚动的 它可以很好的 就是填好每一个空隙 它不会造成太大的空隙的一个停留 对 然后我们在 潮力的话 它不是会滚到吗 对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层钢丝网去给它固定 钢丝网固定 固定了以后再交代水泥 然后水泥的面上我们再做一层防水 保证楼顶的一个不会受潮防水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隐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中间会留一个排水管道 主要我们的水泥它是用水泥的 它会有一些水气 还有就是以后贴了瓷砖的缝隙 我们这是浴石嘛 水气也比较重 它会渗透到里面去 所以我们留了一个二次排水 防止以后有一些 对 那你们都是现在是两款防水的吧 那你们是如果给我们做的话 是做哪一款 我们推荐您用这个东方雨虹 因为黑豹虽然做了很久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防它们的 就是说 现在这个东方雨虹的话 它也是极少数的上市公司的品牌 也很值得信号 口碑也很好 好 那就是有包在那里面 是的 可以 不要不用 不用 不用不用 好 好 那可以跟你们大概讲解一下我们家的吊顶 我们的 我们市面上的吊顶的话 大部分都是用一层石膏板 一层石膏板 假如说我们使用的根具啊 是那种比较重的 时间长了 它会损坏这一个石膏板 当成的石膏板的话 它的受力就 呃 它就比较容易被损坏 所以说 那里面这边打的什么都是木板 这是我们后期的工艺的一个更杆 更杆 对对 这个是模型还没有换回来 到时候的话可以带你到实际的一个现场去观看 那我们吊顶的时候可以请你过来看的 就 就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双层的石膏板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双层的石膏板 去给您做一个吊顶 即使您吊了灯具的话 它的比较大 或者是它的重量比较重一些的话 它的这个 呃 石膏板的一个沉重力 会比单层的要更好一些 就是可以延长您这个石膏 就是延长您这个吊顶的一个使用寿命 那个你这些吊顶 那我们说你拼接的时候 会不会导致那个板 拼接处有点开裂的情况 一看您就是行家 我们的板的话 都是尽量一定会选用整板设计 就是尽量不让它出现这些 有这些缝隙的一些 哪怕它是有缝隙的 我们都会让它把这个缝隙错开 并且我们会用那个 呃 钢钉还有那个 胶水 那个专门 专用的胶水 去把它缝隙给填满 然后用那个钉子把它给固定住 对 那你们对裂缝的处理 裂缝的处理 裂缝的处理 裂缝 没有鼻子 哦 我还没有吸收到这一块 好没事 那你自己讲 大概就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小薇第一次讲 能讲成这样非常好的 我相信 因为第一次讲应该都没有讲到这么好 能讲到把水电 防水 包括钓顶能讲的一部分 目前来说 每一位同事都没有他讲得这么好 而且他的心理素质 他的气场 包括他的专业术语 还有他的一个现场的 比如说小薇给他的一个应变能力 他讨厌他 还是应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整体来说长得还是比较乱 好像钓顶在这边 他还需要再学习一下 包括这个裂缝 使用的冲流鼻子 去处理 那冲流鼻子处理 那冲流鼻子处理 还有包裂缸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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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用B字 还有P道 可以再巩固一下 再学习一下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应该是有你 有你老公很大的一个功劳 不过我觉得 小薇他提前做准备 为什么他昨天晚上就找我 要的那个工艺本 他我去拿了 然后回去送给他 他晚上做了公课 他很认真地对待 这一次的工艺讲解 我相信 每一个成功的背后 他一定有非常 心伤的一些努力 所以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想要学习 再一次给他讲解 好吧 1 2 3 4 2 3 4 2 4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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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